我们现在先开始 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在越来越接触到更多的项目的时候 很多的屋主就有这样的一些困惑 或者是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被抓狂 为什么抓狂呢 其实以前在2019年 现在的Building Code是2019年的是最新的 每三年更新一次 现在的Building Code 2019年和2016年相比 更新的最多的是跟Energy有关系的 就是能源法规 所以2019年之后呢 各个CET都对能源法规 有了非常明确而严格的一些要求 目前湾区文君所知道的在湾区的这些城市当中 执行的最严格最好的 好看见 应该是City of Palo Alto Palo Alto是执行的最严格的 所以在Palo Alto实际上 这个做新铁项目不容易过 不容易Pass Final Inspection 其实这个其他的城市呢 现在也陆陆续续开始有所觉醒 也是逐渐的繁文书结就多开来了 现在就是越来越严苛的这些能源法规呢 在最后的时候就要求我们homeowner再去提交 整个去申请Permit的那一套文件的时候 都要有专门的Professional 是跟Energy有关系的 并且经过像Energy Code认证的这样的一些Professional 来出具符合有关能源法规的一些要求的证明文件 所以在那一套图当中一定是有一个 应该是像Title24或者是Tail Green 等等Title字样的这样的一张图的要求 这是Specialist去提交的 这是在微观层面上 其实在前几年呢 文君也由于一直跟着宏观政策跟得也比较紧 所以知道加州为什么有这样越来越严苛的这种能源呢 是因为加州有一个非常ambitious的一个目标 就是2020年就今年到年底之前 33%的能源要就是这个能源要来自于是清洁能源 这些能源或者是有Title公司 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51% 2050年的时候到80% 所以前几年就是我们最能够听到比较普遍的 就是安装Solar Energy 是用这种Tax Credit的方式来鼓励 来去安装跟清洁能源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 那现在呢几乎是越来越多的强制性的要求 包括在你做新建建 新建建筑的时候 New Construction的时候 你递交的图纸必须有这样的一些能源指标的符合 所以今天呢文君邀请的也是在行业内在能源法规方面了解的比较多的 并且呢非常impressive的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认证证书已经取得了的 John 陶在以前文君在做电台节目的时候 就曾经邀请过John来到节目当中去讲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 所以John呢大家应该是可以在slide上能够看到吧 有各种各样的能源认证证书 所以他应该是现在符合加州能源法规要求的被认证的professional之一 然后在右下角呢是John他的联系方式 如果说你自己作为homeowner 或者是你作为行业内的professional 包括像一些设计师 你需要找一个像这样的certified professional 来帮你去做认证的这一套图纸 其中的这一项要求的时候 那John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在这里头就稍微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背景 那John呢在具体开始之前 文君呢这块实际上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比较宏观政策方面的一个离亲 比如说我们经常以前听到的名词像 比如说Kell Green或者是Title 24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名词要求 还有什么Passive House就等等的 就是这个Kell Green和Title 24之类的 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可不可以先解释一下John OK 大家好 我是John Kell Green就是加州基本的绿色建筑要求 它基本上它主要的要求就是 看你用什么样的材料 而且你的一些建筑上的一些方法 好像是你的材料里含有的那些含水量 达不达标 然后你的那个木离地面有多高 诸如此类的就是主要是在 什么刚才您说这个point是什么 什么有多高 就是你的木离那个地面 因为你木跟地面之间有一层那个concrete 那那个concrete那之间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然后Kell Green就是基本上就是加州最基本的一个绿色建筑的一个法规 然后Title 24我们一般说Title 24就是Title 24 Part 6 Title 24主要就是说加州的能源法规 就是你使用能源要达到它的要求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Kell Green在某一些方面里面包含了一些Title 24和Title 24能源 使用上面的一些要求 但是Title 24却没有包括Kell Green上任何的要求 Kell 绿色建筑包含了杰能 但是杰能不包含绿色建筑 就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Kell Green应该是更广泛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能源法规的要求 是吧 OK 好的 好 那John 你就可以先按照你的思路 先帮我们去理清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做一些装修改建或者是新建 尤其是新建的过程当中 目前的能源法规 对我们homeowner来讲 或者是对这些design professional来讲 应该去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提前准备 提前去规划对我们 我们自己的ADU项目也好 或者是新建项目有用的那些Green Points 而不是说到时候被动的去说哦 错了一些绿点啊 来浪费一些一些材料和资源 所以你先按你的思路讲 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可能会开放一段时间给大家做Q&A 然后最后呢让homeowner去做一下准备 说如果他再去选择 或者是他再去跟他的General Contractor去沟通的时候 到底应该是准备好哪些方面的支持点 好那John就请你下来好吗 OK 谢谢文君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次的这个webinar 主要就是关于ADU 所以我就把这些focus在ADU上面 能源法规Title 24主要是包括 insolation 保温 门窗要用什么样的门窗 冷暖器要用什么样的冷暖器 热水器要用什么样的热水器 然后就是通风系统 然后今年有一项新的家的进去 就是他对我们使用的抽油烟机 也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对 然后那个John 我就是想请先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ADU呢 有比如说detached ADU attached ADU 还有一些像室内或者是车库 转建成ADU 所有的这几类的ADU 全部都要达到现在你列出的 这几项的要求吗 是的 全部都要达到这几项的要求 好的 好的 那我们走下一页 好 ADU的类型我们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attached ADU 就是好像你把你的地下室把你的相邻的车库改成ADU 又或者是你在你的房子后面挨着你的房子 然后再建一个独立的 那再建一个ADU 但是它是挨着你的主要房子的 这个也属于attached ADU 独立detached ADU 就是你 它是完全跟你的主要的房子是分开的 这个就是一个 它 这是叫做detached ADU detached ADU 在这个能源要求上 它就跟你新建一栋新的建筑 没有任何区别 New Construction 所以你备注说需要安装太阳能系统在它的屋顶上 对吧 是 好的 好的 我们先说一说 复属型 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的都是复属型 而且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车库 但是你的车库是跟你的主要的 是跟你的房子分开 但是你把那个车库改成ADU的话 这也算是一种复属型 这因为你的ADU 因为你的车库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你把那个车库改成ADU 也属于复属型 不属于这个新建筑 复属型跟新建筑的最大差别就是 它在墙体方面 你原来的墙体 如果你原来是2x4的墙体 你就可以直接用 继续沿用2x4的墙体 如果你原来是2x6的墙体 你就可以继续沿用2x6的墙体 然后如果你是2x4的墙体的话呢 它那个insolation保温 它的要求是R15 如果你是2x6墙体的话 它的保温要求是R21 至于有很多人以前觉得 以前是使用R13跟R19 R13跟R19现在基本上是已经 可以说已经是 已经是在要求以下了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应该使用R13和R19的 你现在应该使用的是R15跟R21 文君你可以过下一个 我这一块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继续使用R15或者是R21 就是现在假如说是我把一个车库 转成了ADU之后 它原来墙是没有insolation的 如果现在是要转成达到这样的一些 绝缘的一些标准的时候 那现在我就可以使用R15或者是R21 是 如果你的墙体是2x4的话 就可以使用R15 如果你是2x6的话 就可以使用R21 是 OK 好 好 下一个 好 DETAGE DETAGE ADU就是跟新建筑是一模一样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基本上我现在这里列出的2x6 R21的保温 外墙还要加一层R5的保温 你可以看一看我旁边的这个图片 你就可以看得到2x 你有一个你的保温 然后有你的木块 然后防水层 然后在外面在这里你就还有一个insolation 它那里就是一个R5的continue insulation 这个你一定要放上去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我不知道在群里面 在这个webner上面有多少人是在Central Valley 或者是加州一些更热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那些地方的话 你的外墙保温可能要做到R7或R10这样 但是如果是在弯曲 我现在主要是在弯曲 它现在的基本要求是Rx6 里面用R21的保温棉 然后再外墙再加一层R5的外墙保温 赵 我以前在你的那个微信群里头看到 也有不少的朋友问到说 你回答的说今后的趋势 有可能外墙保温的这个厚度 有可能还会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到R10或者是R15 因为这个是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看到现在有一些比更节能 更节能的房子的话 好像说被动房 Passet House的话 现在我们基本上外墙保温 基本上都会用到R10以上 基本上都会 John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估算 因为现在的这种这个法规的要求 明显的要比以前要延得多 所以在整个保温材料 不是不光是保温材料 就所有的这些使用的材料上 大概的材料的费用会增加多少 有没有过这样的预算 这个我想应该在我的印象中 可能会增加大概百分之10到20左右吧 但是因为你的外墙保温有很多种 你现在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最便宜的 一种外墙保温 如果你用一些更好的话 就会更贵一些 所以今后的建筑成本的提升 将会是一个表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贡献 一个原因 OK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表 我很快的说一说这个表 这个表就是解释为什么 他们要用R5的外墙保温 你看到第一个是2x4的墙 它用R15的保温 然后它实际上你得到的是 实际上你得到的只是R13的保温效果 然后第二个2x6R21你实际上得到的那个保温效果 大概是R17 然后你最后是一个再加上R5的外墙保温 那么你的R5 基本上你的R5加上这R 在基本上你的R5 直接就在这17上面加上5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外墙保温 因为你在墙体里面加保温 它是有一个打了一个折扣的 如果你因为你的墙体之间有木块 你的木块跟保温棉 保温棉是放在那些木框架里面 你木头本身的保温是很差的 所以说你保温棉本身可能是R15或R11 但是你的那个在那个木头的地方 就会可能只有R5或R6 所以这个就是把你的 把它的那个 如果你没有外墙保温 你只有这个墙体里面的保温的话 你的保温是有 保温效果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的 我们的这个专业术语叫做热桥 Thermal Beach 它那些墙体的那些 分明就是那个木结构本身 就是你保温的一个弱点在那里 这一幅图就是解释 为什么加州要 为什么能源局要求 我们要在外墙加一层保温进去 OK 好 明白 好 往下 好 门窗 OK 门窗的要求 去年这个是一个 就是它基本的要求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面 你可能因为Title24的计算 有上下 那么这些数字会有一些上下的出入 但是这是一个它给出的一个指引的要求 在去年它的U factor 它去年它的U factor 它的指引是0.32 现在就降到0.3 所以稍微降了一点点 然后它那个SHGC就是它吸热的那个程度 在去年是0.25 现在是0.23 也是稍微下调了一点 这两个数字都是越低越好 一般来说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些很冷的地方的话 你可能那个SHGC可能会高一点 那么你可能会更对你的防止的能源使用 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我现在这里放了两个Lumber 一个是0.23 一个是0.35 0.23就是弯曲大部分的地方都应该是0.23 但是如果你是在Penisola Sematel Oakland Femang 三藩市 然后还有北湾 Marine 这一带 你可能它的指引数字就变成0.35 因为这些地方相对来说冷一些 你的窗户对阳光的吸收如果好一些 7月会好一些的话 对你防止整个的对取卵的要求就会降低 所以这里有两个Lumber在这里上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门 门呢 以前是没有要求的 以前对门是没有要求 基本上你可以用什么样的门都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它是要求你的门是要有一定的保温在里面的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其实很多门只是只要你不是纯粹的石木门 它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温 它那些也可以算是insolation door 它基本上是可以达到R5这个要求的 但是如果你的大门是纯粹的石木的门的话 它就达不到R5这个要求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在你的能源要求上面 你做你的Title24能源计算的时候 如果你的门是纯木门的话 就可能会扣一些分数 然后这里扣的分数 你就要从别的地方把它补回来 这个我就要 所以如果你以后你建房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你的Title24上面写的insolation door的话 你就最好不要用纯粹的门 这一幅图就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建筑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建筑 是它做了一个remodel以后的一个效果 它换了一些很好的门窗 然后换了一些好一点的insolation 然后做了一个密封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外线的一个照片 你可以看到两边 你看到了一些红色跟黄色的一些颜色 它的颜色就告诉你 你房子里面的热量正在从那些地方漏走 然后你看一看中间的这个房子 你基本上看到它都是整片都是蓝色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颜色 因为这个房子的密封和保温做得很好 所以你看不到很明显的房子里的暖气在外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保温跟密封是很重要的原因 你这左右两边的building跟左右两边的那两库 跟中间这一库在能源使用上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大的区别基本上可以达到80%和90% 就是可以说中间这一个building 中间的这一库比左右的两库 基本上可以说是省了 节省了大概80%到90%的取卵或冷卵气的要求 是减少了80%到90% 就是它80%到90%的能源其实是没有泄露出去 都是在这个building里头保存着 不过我想问一句就是随便的开玩笑 咱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测一下 我家如果是要让这样的红外或者是紫外线照一下的话 能不能照出来我家哪个地方 有可能是泄露能源泄露比较多的 有这样的设备吗 可以 但是你要在一个比较冷的时候开暖气 或者是比较热的时候开冷气 室外和室内的温差越大 在家里就会看得越明显 所以咱们可不可以在今年冬天稍微冷一下的时候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测验 社区的一个公益活动 可以 帮我们弄到这样的仪器设备 然后我们社区有一些volunteer的话 可以测一下你自己家里头到底有多少泄露了 可以 keep in mind 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参加讲座的 都keep in mind 到时候提醒文件以下我们再去找赵 好 下一个 OK 然后再下一个就是对冷暖气的要求 因为我们这个weblog 主要是focus在ADU上面 ADU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大概我大概我在500尺左右吧 大概一个数字 不止现在六七百尺的很多 就是大概一个数字 这只是大概一个数字 然后因为你的房子小 你就如果你要走一些管道的话 有时候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是推荐使用这些 如果你的ADU就是小的话 是推荐使用这种分体式的冷暖气 这些在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 台湾或者香港 应该这些应该很常见 这个应该很常见 而且现在加州能源局也是在 在推广这一类的冷暖气的 所以你使用这种冷暖气 你在今年的Title24能源计算上 你使用这一类的冷暖气 是有一个加分的 那其实对ADU很有利 ADU几乎面积小的话 现在我看到使用的几乎 就是这个空调都是这种的 分体的空调 然后这一种是用电不用煤气 所以这样如果你的ADU是独立 你不想拉煤气管进去的话 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唯一的选择 而且现在好像有一种趋势 是很多城市都开始进煤气 所以用电应该是一个趋势 然后大家文君你可以再回答上 OK 在右下角这一个有个靠叉在这里 这一种也是用电 但是它是用电热师发电的这一种暖气 这一种暖气是基本上说 这一种暖气是不可以使用的 但是你如果你有 你在Title24上面 你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 你可以把这个放进去 但是它会扣很多的分 你要用其他很多的东西把它 把这些分补回来 但是在能源局的指引里面 这一种的冷暖气 这一种的暖气是不可以使用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也还有很多客人问我 可不可以使用这个Baseball heat 或者是Electric Resistance heat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一般都是告诉客户 不可以使用 因为你使用这个是很难通过这个Title24的能源计算的 所以这个我要特别指出 因为现在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 它不允许你使用煤气的情况下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种 但是这一种暖气是不可以使用的 咱就不用了 forget about it 好,往下走 OK 这一个就是一个比较 我刚刚说的这个Electric Baseball 那个不可以用的 就是倒数第三个 倒数第三个 那个不可以使用 它那个能源 它一连 一连下来大概 就是它以这个 这个 这个 Chenario 做比较 这个就会用到大概 1100的 1100块的 Cost 然后如果你一般传统的 用煤气的冷气呢 它就大概使用834 最后Heat Pump 就是包括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一种 分体式的那一种冷暖气 那些就叫做Heat Pump Heat Pump 是这么多里面最省钱的 然后你的Heat Pump 如果你现在很多Heat Pump 它都会有不同的那个出风量的自动调节 你有那个 如果你有那个风损的话 它会节省更多的能源 会节省更多的能源 就是可以帮你省更多的钱 所以基本上 在加州 在湾区里 会看到的就是最后三 最下面的这 最上面的这三样 然后Heat Pump 是现在能源局 在极力推广的 然后也是最 最节省能源的 好 如果照你要是想不起来中文怎么说的话 你可以用英文 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这里头很多人 几乎英文都是可以用英文来讲 没有问题 所以知道你的国语 那个母语不是国语 所以那个没有问题 你就说英文没关系 OK 好 来往下走 OK 然后第三个就是 接下来我就要说一说这个热水器 热水器 现在 如果你是 在一些城市 它说你不可以使用煤气 你只能使用电的话 那么这个在图片上显示的 这个叫做Heat Pump Water Heater 就是你唯一的选择 没有第二种选择 你那些很小的那一些 用电的那些很小的那些 Water Heater 那些Water Heater是不可以用的 你也 那些Water Heater 是达不到标准的这么说 那所以如果你是传电的情况下 这个Heat Pump Water Heater 是唯一的选择 你说的这个Heat Pump Water Heater 就是那种也是Tankless Water Heater 不是Tank Tank 也是Tank Water Heater 也是Tank 也是Tank OK 然后 然后我现在就说一说 现在的标准是 如果你新建一个独立的房子 独立的 Water Heater是一个标准 Gas Tank Water Heater 是不建议使用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现在是新建房子的话 你基本上你是不应该使用 这个Gas Tank Water Heater 所以也就是用Gas的 然后有那种大水桶的那种的 Water Heater 是基本上不太容易过的 但是如果是Gas的话 是Tankless 就是不是大水桶的那种的 就会过 它是标准的 它是那个标准 然后这个Heat Pump Water Heater 是高于标准 如果你用这个你会加分 Heat Pump Water Heater 是高于标准 然后最后一个是Electric Water Heater 就是它也是一个Tank的Water Heater 但是它是用电把那个水加热的 这一个也是一个不可以使用的Water Heater 但是现在我看也很少有这种Water Heater Home Depot还有的卖 但是也是很少了 这个用全用电热式发电的 这种叫做Electric Instant Water Heater 也是很少 Electric Resistant Water Heater 或者Electric 也 现在就是有一些老房子 它是Tank Water Heater 但是它可能是在Tank 和比如说我楼上最里边的那个卫生间距离比较远 然后我再按一个Heat Pump 像这种方式它是电的Tank的Water Heater with Heat Pump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有什么加分吗? 会有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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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会有加分 然后对于ADU来说 ADU是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冷暖器 但是它可以跟你的主要的那个Main House share你的热水器 热水器是可以share 但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冷暖器 这个是这个ADU的基本要求 Good Point OK Good Point OK 往下 OK 这个就是这个热水器的比较 我们现在你看一看上面这个 High Efficiency Gas Storage 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这个Gas Tank Water Heater 它的Energy Cost 你现在 它的Energy Cost 一连大概是323块钱 这个数 在它的这个scenario里面 然后如果你把它换成Hit Pump Water Heater的话 你一连下来就大概是190块钱 然后我还要point out的一点就是 现在很多城市 是城市不是PG&E 是城市它都会 如果你购买Hit Pump Water Heater 它都会有Webay 具体多少就是看城市而定 这个是城市的Webay 不是PG&E的Webay 嗯 然后需要到城市的网站上去查吗 是 是 OK 所以像你最后的一项 Solar with Electric Backup 它都不一定有这种Electric Heat Pump 来的那个Efficiency要高 对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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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Solar Solar Hot Water 我基本上我个人是不建议使用的 如果除非你的 你家里用热水真的用的非常非常厉害 要不然的话Solar Hot Water 在一般住宅上我是不建议使用 嗯 那我家已经安装了太阳能 我为了我的这个什么电车 我已经安装了这个 那就一起就用了呗 不是 那个太阳能的Water Heater 跟太阳能板是两种东西 哦 两种 它是用 它也是用太阳能板 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的太阳能板 它跟你房子里面用的那些太阳能板是不同的 OK 嗯 好 这方面有问题的有兴趣的朋友啊 你现在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Q&A里面 等会我们给一下Q&A的时间哈 我们先往下走哈 好 抽油烟机这是今年新加的对吧 是 这个抽油烟机 现在你使用的抽油烟机 你必须要有那个HVI的认证 现在 这个是看你哪一个City会enforce 哪一个City不enforce 但是我在我今年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 越来越多City它都会检查这一个东西 但是这一个东西不是City检查 是Hirst Waiter检查 就是你 谁是你的那个Hirst Waiter 它是负责检查这个东西 然后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华人 我们喜欢用的那些抽油烟机的牌子 都没有这个HVI的City 我这个就 那这些供用商听着会很悲哀的 所以在这一项上它不会加分 但是它会减分吗 这一个不是加分和减分 这一个是Must 硬性的要求Mandatory 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从美年开始的 从今年开始 2020年开始的 2020年开始的 是2020年 是2020年 OK 好吧 回家自己看一下自己的抽油烟机 所以基本上 所以我现在就再说一次就是 你现在基本上 如果你现在是拿Permit做一个厨房的remodel 你换了这个抽油烟机的话 理论上 你这个抽油烟机也是要符合这个要求的 所以这个就不限制于什么 ADU或者不ADU 就是你只是做一个小小的那个厨房的一个remodel 但是你换了你的那个抽油烟机 你的抽油烟机也是必须要有HVI的这个认证 所以这个的原则掌握在那个HERS Rater那个手上 是吧 是 然后他给出去的报告 像City去报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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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to know OK 继续来 OK 然后 最后 这个就是 我现在 就是有 现在 基本上在弯曲里面 特别是对于ADU 必须要使用电 不可以使用 煤气的城市 就是 基本上就是 现在这四个 第一个HAYWOOD HAYWOOD 如果你的ADU 是小于400尺 你就可以用那个继续用煤气 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大于400尺 你是401尺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用电 不可以用煤气了 哇 嗯 然后 Los Ato Pela Ato 这两个City 就是基本上它就 你ADU 什么样的ADU 你都必须要使用电 不可以使用天然气 Pela Ato 跟Los Ato 这两个City 然后Witchman 就是东湾的那个Witchman City 它的要求是比较特别 它的说是 如果你现在的设备是使用煤气 但是你觉得它旧了 或者你想更换 你新安装的设备必须要使用电 就好像你现在是一个Furnace 然后你换一个Furnace的话 你就必须要换成Hit Pump 不可以用这个Furnace 基本上就是这样 嗯 而且这个趋势应该是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城市 是 其实San Jose San Jose Cupertino 好像San Jose 也有相关 但是它还没有得到这个能源局的CEC的那个Approve 嗯 然后还有很多城市呢 其实它是 对于新建的房子 它是好 就好像Mano Park Cupertino 这些 它对新建的房子 它是要求必须使用电力 不可以使用煤气 但是AD又是扩免 哦 OK AD又是扩免 OK 嗯 但是这四个地方 它就是AD又没有扩免 就是在弯曲里面 这四个地方 对 它对AD又它是没有扩免的 OK 好 好 呃 John可能是你讲的内容 就列这么多 我为什么把这张图列出来呢? 嗯 就是因为文君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 其实想查一下你现在在你家所有的使用的电器当中 哪个是哪一种是耗电大户啊 其中我们现在看到其实Dominating的就是这个你家的空调 几乎占到了47%到5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最近这几天我估计你家的电费可能是呼呼的在往上涨啊 最近最近 对于这个冷暖器我有一点想要指出的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安装冷暖器的时候 他都基本上很多师傅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经验来去安装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家里使用的冷暖器 可以说70%以上都是太大了 Oversize 的 所以基本上 怎么讲 Oversize 怎么讲 就是举一个例子 你的房子其实你用一个两吨的冷气就可以了 然后你的如果你叫师傅来 就好举个例子吧 你现在这个新建的房子有4000尺 然后其实你用一台四吨的机 就已经足够有余了冷气 但是如果你叫你的冷暖器师傅来的话 他肯定告诉你 起码要 不要说肯定就是很多时候他都会告诉你 起码你要用两台四吨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说现在很多情况下 你家里的冷暖器都是oversize 的 Oversize 再换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浪费了一定的能源 因为你的冷暖器太大了 嗯 那赵王我怎么能知道我家到底配多大的才合适呢 有没有一个非常调整 这一个如果是旧的房子的话呢 我还是推荐你听你的冷暖器的师傅 他给你的建议 如果你这个是旧的房子 如果你是新建的房子 新建的房子它现在会要求你做一个low calculation 就是你这个房子对冷暖器的要求是有多大的 你装冷暖器的时候就按照它那个low calculation上面指出的 它上面是多大 你一般在它要求上面再加上半吨 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它说你两吨就够了 你就装一个两吨半的 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就是你刚才提到low calculator calculation 这个是谁来run呢 一般是谁帮你做那个Title 24 energy calculation 就是谁 因为其实你如果是新旧的房子它没有这个要求 但是如果你新建的房子 你的Title 24上面是必须要包括这个low calculation在里面 但是基本上很多人都不太留意 OK 好 剩下的几个消耗电比较多的 一个是像water heater 就是你的热水器 然后还有像你的洗碗 不是不是对不是洗碗器 洗衣机 洗衣机 然后还有这个你的电 所以呢 大家去如果要是感兴趣 自己上网去查一下 就是energy saving tips 就是你怎么样去节省能源 我觉得这个呢 直接跟我们每个家庭相关的就是你的utility bill 如果说再往这个高大上一方面去说的话呢 就是对环境保护会有作用 从我们自己做起 从身边开始做起 我们都对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会有一个责任感吧 所以这两个方面来讲呢 如果是有可能的情况下 第一呢去上网去搜一下 energy saving tips 就这方面的一些小窍门 会发现很多很多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说想要的话 即使是你不去做任何的装修家建 改建新建等等的 你对于现有的房子去做一下 energy的improvement 实际上也是能够帮助你去节省很多的能源 那直接表现就是在我们的电费上 所以今天呢 基本上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下一节这个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一个问答的关键 现在如果是朋友们有任何的 跟今天的energy code 或者是energy的一些能源节省相关的一些话题 都可以提上来 如果是不是跟这个相关的 你说跟ADU有关系的 跟ADU其他方面 你感兴趣的 你也可以提上来 那今天的John也好 还是文君也好 都可以帮大家来解答一下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华林 华林说 ADU和JADU加起来 你来的面积不能超过Main House的50%吗 这个文君来回答 Main House的50%这个规定呢 是对于attached的ADU来说的 如果是detached的话呢 基本上很多城市 对detached的ADU 不去跟他的主房子的比例相挂钩 但是有一些城市也是明确的 就是不管是attached和detached的 都是50% 这样的一个比例去挂钩 那ADU和JADU加起来的 不能超过Main House的50% 这个是对的 好 接下来一个问题 你停停 detachedADU如果是2x4 怎么放insulation 还是新的ADU一定要2x6 ADU的ROOF有些什么要求 OK 如果你是attachedADU的话 2x4你就直接放R15就可以 如果你是detachedADU的话 你就必须要使用2x6 其实你也可以使用2x4 但是如果你用2x4的话 你的外墙的那个保温 就可能不是R5 可能会变成RA 或者是什么 你要把那个分数 make out回来 所以基本上现在 如果你在平地 如果你新建一栋房子 基本上都是应该用2x6 R21 OK 好 停停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ADU的ROOF 有没有什么要求 ADU的ROOF 其实没有太特别的要求 如果你是没有ethic space的话 大部分地方你用R30都可以 如果你没有ethic space的话 如果你有ethic space的话 有一些地方可能你会看到 你要你要用一个R38在你的ceiling上面 然后你在你的woof dead下面 还要加一层R13 如果你有ethic space的话 这一个layout会越来越常见的 就是说你现在在那个ceiling上面是R38 然后你在roof dead下面再加一层R13 好 好 下一个 Vivian attach ADU的冷暖器也必须完全独立吗 跟Mainhouse share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很简单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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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在WeChat里边 WeChat里边 有一个Angela Angela问 说 heat pump heater heat pump heater 什么牌子比较好 有没有什么推荐 John 有吗 我好像 他是heat pump heater 还是water heater 他是heater heat pump 应该是heat pump water heater OK water heater 基本上 就是好的就是两个牌子 第一个我图片上面所写的Vim R H E E M 我那个图片上的那个另外一个就是O A Smith 在哪一页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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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吧 这个牌子 OK R H E E M R H E M R H E M 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O A Smith O A Smith OK O A Smith 好的 嗯 好 还有问题的可以继续再问一下啊 那 John 文君这块呢 可能看看你从你的角度 如果说咱们homeowner要聘请General Contractor的话 在这一块对General Contractor会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或者是特别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OK OK 第一个就是我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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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只要主 他只会在Title 24里面显示 他只会在Title 24里面显示 嗯 我知道就是他显示了 然后我们的Owner去购买材料的时候 就应该至少是达到图纸上标注的那个标准要求 是 那一个是最低 就是在你的这个Case里面的最低标准 OK 嗯 好的 刚才这位婷婷是说请推荐Heat Pump的牌子 有吗 Heat Pump就是 Heater 是不是 是冷暖器是不是 不是 他是说那个Pump 他是说那个Pump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特殊的要求 哦 Heat Pump Water Heater 就是 他整个 你看到的整个图片 他这个东西就叫做Heat Pump Water Heater 嗯 OK 他的工作原理就是好像你的那个电冰箱一样 他不是用电来发电 他只是用电来把那个 不是用电来发热或计制冷 他只是用电来 Exchange Heat 全传输那些 冷气和暖气 嗯 嗯 OK 好今天呢我们的讲座内容 其实没有谈到Solar Panel 就是太阳能这个事情 嗯 John 让你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太阳能的这块 其实呃 要不要安装 或者是说我们要如果真想安装的方面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OK 呃太阳能 现在如果你是独立的新建的ADU的话 你必须要安装太阳能 但是他你只要达到他那个Title 24上面的呃要求就可以 通常Title 24上面的要求都是很低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如果你小的话可能两三块Panel什么 就就可以达到他的那个要求 但是如果是从在一个呃 省钱啊 一个省钱 或者一个long run的角度来说 我是建议安装太阳能 而且要安装backup battery 你的太阳能有battery的时候应该store 在你的battery里面 然后你早上储了的电晚上来用这样 而且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说现在好像山火强风 什么样的 你不知道Pgne什么时候会断你的电 然后你如果你只有太阳能 没有backup battery的话 然后基本上你到晚上你也是没有电用 所以我我我是建议如果你现在是装太阳能 然后你的呃预算也够的话 不是很紧也够的话 你应该使用呃应该安装battery 而且据我所知现在应该你安装battery的话 battery本身的rebay分开来 battery本身的rebay应该比你收了的rebay还 就是那个percentage应该还多 嗯 所以我看到在你的微信群里头 大家讨论过就是Tesla的那个叫 powerwall 叫powerwall 是吧 所以你也是建议大家可能是购买 类似像powerwall这样的battery 而且是最好是说有两个backup 是吧 ok 反正这些呢都是专家对在各个方面的一个建议吧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detach ADU 都要装solar panel吗 婷婷问的 是 对 他是detach ADU 属于new construction new construction it is mandatory 就是要求必须得安装 但是John你好像曾经说过 你可以跟你所在的city去要求豁免 如果你不想装的话 是的 好像你的ADU是那个Woof Area很小 然后你可以跟他证明说你这么装 你没有这个价值或者之类的话 你可以跟他这样说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在你的main house上面装AD 装solar panel 然后来offset你的那个ADU 但是这个也是要city approve 就是不可以说是你是 在tel24上他没有这个exception 但是你可以去跟city拿一个approve 通常都可以的 就是你如果你的main house有solar panel的话 你可以offset你的那个ADU上面也可以 这个跟city去申请approval是 咱们就是energy的这些specialist 帮助去申请还是得无主自己去 你可以地表的时候写一个comment 或者是什么给他 就是写一个statement给他 OK 好 如果在没有什么具体的 在没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快进入尾声了 那在最后文君介绍一下 文君现在在对ADU整体的 从上到下的纵向的一个资源整合 核心的业务呢就是帮助我们的业主 想要去建ADU项目的时候 不管你是detached attached或者是garage converted 都是提供plan design build 这样的一条龙服务 因为我们现在经手的case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是跟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打交道打得非常多 所以知道他们对这方面要求的时候 经手的案子比较多的时候 那申请的速度呢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快 但是呢 现在由于COVID-19 有很多的city 目前的进展 很多环节的进展都仍然非常非常慢 所以最近这两天 就是几乎是我和我的助手们 给每一个city去打电话 两个小时打一次电话 几乎还是有没有人接的情况 发email不回 打电话进去没有人接 留voicemail 然后也永远没有回的这个状况 所以就是由于疫情期间的确是比较特殊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研究它的regulation 研究的非常透 所以基本上就是进去之后 如果说递交这个permit之后 应该说 应该说它就是这个comments back and forth 这个机率会小很多 不能说没有啊 肯定会小很多 然后这边呢 除了像onsight bill 以前文君也曾经做过 专门做过一些讲座 新型的一些建筑方案 包括像modular sieve 或者是manufactured house 所以帮助你能够节省你的成本 然后缩短工期 最重要的是剩钱 文君今天也刚刚完成了一个 几个吧 几个文章 公众号文章 就是现在目前整个建筑材料疯狂长下 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凶 现在很多的人士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现在建筑成本 现在面临着可能要有比较明显的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要建ADU项目的时候 真的是要抓紧了 现在你看目前的大伙刚刚过去不多久 下一步肯定更多的community要家园重建的时候 它对于整个的材料的需求 市场的供求关系那个比例 也许会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 它就是有可能会价格会发生变化 所以大家在这块真的是要把这些地方plan好 那拓展业务的这块呢 因为现在看到了很多人去说 不管是说我自己现在已经杠杆用的太多了 不愿意从自己雕堡里头掏钱 没有钱 我即使有钱的话 有一些看到一些不良的contractor 干到中间就跑路了这种的 留下烂尾工程也确实是非常非常闹心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需求是需要在过程当中 我不付钱直到你给我deliver一个完整的 past final inspection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我才接收 那中间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有一些融资的项目 像builder finance这块 文君现在也是在提供这样的项目 然后包括提供项目监理 甚至是说最近有很多的房地产 很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很热的 所以在去拿下一个房子之前 有很多屋主也好还是agent也好 来问文君说我现在正要去递这个offer 我递之前我就想问一下我的加进ADO的可能性 然后大概是能加进什么样子的 加进能够建多大他的项目 大概是会花费多少钱 就等等这样的叫净价钱的咨询 那文君现在也是接受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咨询 那这些方面都是作为ADO expert 文君这公司它的一项拓展业务 所以你这块示范对于ADO项目方面 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任何的需求的话 你都可以跟文君这边做一个具体的咨询 文君对于我们参加过讲座的每一位 我们的屋主朋友好投资人朋友好 都提供一个30分钟的免费咨询时间 你去扫这个barcode 你看有哪个是available的时间是适合于你的 那你就可以去在上面去book book完了之后文君这边就会收到email 到时候跟你电话或者跟你zoom 就来谈一下你的案子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给你一个给你的建议 然后这个是文君的和文君的小助手 iPad的barcode 你们可以去扫完之后 加到微信群里面来 好 那基本上如果再没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咱们今天的webinar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John 对你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的分享 也非常提供朋友 谢谢 看到了好多都是每一期都来参加 自自不倦的来学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 陈哥也来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咱们下期 我下期或者是下几期 我有可能会讲到owner builder 就是你自己假如说不用general contractor 不用有license的 那你自己想要自己去捣鼓捣鼓 叫sweat property 捣鼓捣鼓其实不是不可以也可以 文君有一系列的自己的调查 告诉你怎么去做 如果你真的想试的话 小试牛刀也可以的 然后呢还会讲到 如果是最近有好几个是multifamily的owner 想要去问他的multifamily的property上 怎么去加件adu 这样的一些话题 在9月份接下来的这几期当中 我就会陆陆续续的去谈到 所以每个星期二的7点半 叫adu Tuesdays 我们在zoom上见 大家加文君或者是小助手的微信 有任何的讲座的详细信息的话 都会在微信朋友圈当中分享出来 好吧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晚安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